风哥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 也是在这个地方是吗 对呀 那时候其实之前就常听说过风哥的大名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跟风哥合作过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一个姻缘巧合一个朋友介绍我 要不要来这个办公室这儿认识一下风哥 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有工作 我义不容辞马上请假 马上过来就 糟糕老板会不会听到 我们是一个风水宝地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认识了风哥 然后那时候风哥也是跟我说 他想找就是人一起 就是我们一起做一些音乐 一起扮演出 然后我发现风哥他对音乐的执着跟那个理念 很打动我 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到现在 哦 王一呢 你是后加入的是吗 对对对对 也算是吧 对我因为其实 这个缘分是最早应该是跟我跟辅诚哥先认识 对完了以后我们一见如故 对完了以后辅诚哥就一直给我给我介绍说我一定要给你介绍另外一个音乐人就是单有个风哥 对完了以后我们又就这么相识的完了我们大家最终走在一起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个真诚真的是真诚 其实还有我们身上的都还有蛮相近的测识 就是第一是就刚才那个 哈利说的 音乐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白米饭 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对的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 起码对我们这几个人来讲真的是跟空气一样 不可少的东西 就是离了他可能觉得人生会少很多色彩 就我也想象不到就我没有音乐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想象不到 我觉得还想问你们现在是在一个这个音乐餐厅助唱 在国内其实你们是从这样起步的 比如很多歌星啊优秀的歌星都是这样起步的 然后自己做的很有知名度 你们在国内可能都都变成制作人啊 编曲人啊 然后有大型的舞台去演出了 然后知名度也特别高 可是来到多伦多你们又重新回到音乐餐厅助唱 你会觉得有失落吗 我觉得没有失落 反而感到反而感到就是特别幸运吧 因为来到国外吧 就是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来继续做我喜欢的音乐 也特别就是特别万幸的能有这次机会 就是刚开业的那个胡桃里餐厅嘛 对也认识了音乐总监混名 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反正是我觉得从我内心来说呢 又从头开始了 反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缘分 算是轮回吧 我又年轻了 可能是这样 哦 这样解释完好了 又轮回了 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辅成的经历跟我满思 但是他一直有在做音乐 其实我在大概 在广州是做了大概六七年之后 因为工作的问题 我当时自己有自己广告公司的生意 后来有点坚固不假 我就基本是退出乐队这个行业了 所以当时也以为 到了一定年龄了 可能就只是自己玩一玩了 不会再重超就业了 所以回到多伦多 来到多不是来到多伦多之后呢 医院巧合人知道我们做这个 叫我重新加入乐队 那其实我重新再去进入乐队圈 重新做一个音乐人 其实我跟辅成的感觉一样 是觉得是一个轮回 是一个幸运 我很感恩 我觉得这辈子也许我 不是也许 是我不会再放下他了 一直到老 对 我不会放下他 这个轮回的 说轮回的两个人 看来都是年龄大的 比如对哈瑞来说 对我来说也是 你也是轮回回来的吗 因为原本其实我 有一阵子也就是放下音乐了 就是离开音乐圈 我跑去政府当公务员 然后有一次风哥遇到了我 就说你怎么头发剪了 对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不玩音乐了 我跑去那个 只做公务员了 然后他就说这不适合你 你应该是回来做音乐的 然后后来 对 然后后来又重新开始 跟风哥跟诚哥他们在一起玩音乐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才是真正适合我的 然后也有一种轮回的感觉 就觉得说 又过完另外一种人生 又回来这一种 对 王一也是 就是你们所有的人 没有那种感觉说 我就重新从最底 最基础开始了 没有 没有 然后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重新回到舞台 其实我们是觉得说 即使是我们在 有一段时间 或者一段时期 不从事音乐工作 但是我们心依然还是跟音乐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不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随时我们可以准备上路 我们的鼓手来了 我们的鼓手来了 Vivian 来给大家打招呼 来 我们的鼓手来 来过来 对的话筒 对啊 我们的鼓手 我们三三来吃 对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Vivi 是放 这个乐队打鼓的 是风真诚 他是香港人 是吗 欢迎你 欢迎你 对 我们刚才聊到 就是曾经在音乐餐厅助唱起步 然后变成了非常有知名度的音乐人 现在又重新回到音乐餐厅助唱 你是这样吗 我其实一路都有在打鼓的 之前没有在那个餐厅助唱还是什么 但是一直都跟不同的人表演 就风哥一直都很照顾我 对 就给我很多机会 那个Vivian 是很年轻的鼓手 他之前是在帮很多这边来的歌星的乐队的伴奏啊 演唱他做过很多演出 也是我们多伦多非常杰出的鼓手 我非常喜欢他的鼓啊 干净利落啊 我非常喜欢他的鼓 我也觉得女人打鼓特别帅气是吧 对 她的样子也很帅气 对 你们现在这个你们的乐队全来了吗 全来了我们就五个人 真的啊 对全来齐了 太棒了 我觉得太开心了 今天所有的风尘兄弟乐队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给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热爱的音乐 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更多的迎合观众 还是独树自己的风格 你们是怎么平衡这个的 这个哈瑞先说一下 就我们两个都得做到 对 因为玩音乐你是要 你要感染别人 你不是只有自己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开心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为了迎合观众而失去自己原本的那个初衷 对 所以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两个都要兼顾 两个都要做到 让 就是我们自己要玩的开心 我们自己要做我们喜欢有内涵的歌曲 但是同时也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那个理念 对 这个 我跟哈瑞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我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比如说一个圈是观众喜欢的 一个圈是我们喜欢的 那我们如果只玩观众喜欢这个圈的音乐呢 可能我们会迷失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为何而做 然后你如果只玩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跟观众没有达成一个共鸣 那我把这两个圈打在一起 他们两个的交集 我们会在这里面选歌 哦 那说到选歌的话 比如说现在很多歌曲会加了一些很 很现代的元素 比如说加了一点爵士乐在里面 那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现代的或者爵士乐融合在一起 然后发酵出来一个新的歌曲 其实流行乐本身它就是一个混合的东西 它其实它是吸大了很多 从爵士啊 摇滚啊 乡村 乡村民谣的 它汇集在一起产生的一种类型 像我们乐队 其实我现在因为有王毅的加入 我们可能会加入更多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他吹的这些民族管乐的声音 我们可能会加入这种民族东西更多一点 就像你曾经说的 你不是往前加 你是往后加 对吧 比如说流行音乐在中间 那你会去找民族音乐把它融进来 对 我们会加一点这些因素 但是之前因为我们本身乐队的像这种乐队的乐器本身就是很稀释的 它已经有含 包括它的和声啊 曲式都已经很稀释的 所以我们倒没有刻意在上面加更多 更学院派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音乐最终来讲还是说感动人 这才是它最终的目的和最高境界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们现在是否能马上想出一首哪一首歌曲 你们加了一点民族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这个既洋又有一点土的在里面 实际每首歌只要我们喜欢都可以加进去 因为我们都会做编曲嘛 就是我觉得来到加拿大可能是 就之前在国内呢 OK就是民乐是我们 我们的传统 本来在吸收西洋 OK我们来到加拿大呢 可能是反而呢 就是说民族份变得特别的金贵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向 对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对这个很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创造一首多伦多华人的歌曲 今天我就突然想到前两天看一篇文章说 多伦多华人的状态就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两个杆一个鱼杆一个球杆 然后呢女人还有旗袍很多旗袍秀 然后还有BBQ还有歌草扫雪 俩孩子标配 实际我们今天带了一首歌 就是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你 虽然可能这些事吧是很平庸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人生的一个最幸福 最值得 值得做的事 对 而且永远一直跟在你身边的 一会我们可以唱这首歌吗 可以 这首歌是最近蛮受欢的一首作品 我很喜欢它里面的歌词 好 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7点52分了 我听说你们7月20号 风尘兄弟乐队要在王富景举行的一个大型户外音乐电竞节上 会有一个专场音乐会 能跟我们大家透露一点点吗 对 这是 这个音乐江连华呢 是目前现在多伦多华人水準最高的 因为现场会有很多 不仅是我们 还有很多包括江夏老师 包括中国好心的选手99 包括一个我们可能大家都认识的一个D 就是唱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的 一个仙女歌手都会在里面做一个专场音乐会 我们在其中也会在7月20号 风尘兄弟乐队会在里面做一个专场 一个小时专场演出 太好了 我希望到时候大家来现场来看 不仅是看我们 也看看其他优秀的音乐人的表演 很期待 那个时间一定多伦多很热乎了 然后在户外 是晚上对吗 对晚上 对 哇 一定很漂亮 然后大家可以台上台下呼应起来 一起跳一起唱 对吗 7月19到21号 对 在王富景是吗 在王富景的 对 在王富景做一个这样的大型的音乐家电话 好的 节目可能现在要接近尾声了 我要留一点时间给你们唱那首新创作的歌曲 那最后呢 我还要跟大家说 你们四位 五位 也是关注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换一个防爆门窗啊 哦 需要的 必须要的 因为最近治安确实不太好 是啊 对 风哥公司需要 他的装饰 所以呢 天脸门窗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而且是FM105.9的听众呢 会有很多的优惠 比如已旧换新啊 包送货 包安装 包清理垃圾 三包加送延长保修 半价五尺的价格呢 是1999 六尺的价格呢 是2100